對 你知道Lara關掉了什麼 她在成都的一間旗線店 可是她其實是轉移到 另外一個地方 叫做遠洋太古里 她也在成都 我就覺得很奇怪 她是關掉一家開另外一家 而且都在成都 所以大家就 我就覺得很奇怪 這兩個地方到底是隔多遠 因為感覺它原來那個地方 也滿熱鬧的 因為這個地方 以前叫C500貨 對不對 然後後來變勒森購物中心 然後很多名牌都在這邊 也很熱鬧 好 那我就覺得 然後一查地圖 結果你看走路只要12分鐘 奇怪 他就到這邊 從那邊走到這個地方 只要12分鐘 很近 中鴻不要錢喔 可是很近 我就覺得好奇怪 關掉一個旗艦店 中鴻都泡水了 對 那是不是覺得很怪 但是後來我查了一下 全都的朋友告訴我 這個地方勒森購物中心 這個地方看起來是一個三角形 有沒有知道百慕達三角洲 這裡就是成都商業的百慕達三角洲 誰在那邊開店 誰就倒 所以ZARA的營業盒也不是很好 對不對 就覺得很緊張 但是看這邊 遠洋太古里 這是最新的一個造政的 整個商業區塊 有沒有 他這邊有一個 IF S 國際金融中心 這邊有一個銀石廣場 然後遠洋太古里形成一個新的三角 這三角離春溪路捷運非常近 對 你買完東西之後 你出來就直接坐捷運回家了 好 太平洋百貨在春溪路 也有相關的分店 對 所以它其實交通非常方便 你知道這邊群聚效應有三個地方 再來交通很方便 還有造政 等一下我要來談遠洋太古里 這個川西路商圈的年額 已經衝破台幣1080億元 成為中國八大商圈之一 如果是你是Ara 你可不可以換到這邊數 因為大陸商圈跟台灣商圈不一樣 像西門町是一個自然集合的 像中央東路 像五分埔都是自然創造的 像高雄什麼大江商圈 都是自然創造的 可是大陸商圈不是 跟美國一樣 是一個購物的概念 或是一個建商營造的 一個大範圍的一個造政結果 對 為什麼這地方叫遠洋太古里 其實就是成都 這不是破房子嗎 對 這個其實不是破房子 這是新房子 蓋起來古色古香 但是全是新的 這是造政計畫 看起來一片非常的厲害有沒有 裡面的燈光看起來 都這樣非常的悠閒 然後感覺很棒有沒有 它2015年4月開幕到現在 大概一年多對不對 然後整個零售業額 一直不斷的翻倍 然後百分之百的增長率 這個增長率翻倍超快 你當時覺得很奇怪 你的購物中心不是 購物一大洞有沒有 你在裡面逛來逛去 不是 他就告訴你 什麼叫逛街 占地七萬八千坪這麼大 你可以來看 Omega表有沒有 直接開在這一種 很漂亮 還有味道 對 卡蒂爾 你看 跟它品牌形象 完全跟中國川西風格的 建築物整個結合 你看 Coochie 看起來比較玻璃圓幕 稍微一點 不過它還是有平房 Tiffany有沒有 它這個地方的風格 就是結合了 中國 四川 西部 這種整個 地方風格 對 地方風格的概念 那又不會很low 楊敏牌竟然也滿感覺融合的 對 那其實你知道 這個遠陽跟太古禮 這個其實是兩家地產公司 是兩家 被成都市請來開發這個地方 太古禮不是地名 什麼禮 不是 這是新地名 遠陽集團跟太古集團 合作開發了這個禮 叫做遠陽太古禮 而且你覺得料不到 它的中心點是什麼地方 中心點是一個 古色古香的寺廟 而且大有來頭 你知道嗎 對 這個寺廟叫做什麼 長那麼多就廟口的概念 原來就是個廟口成功的商場 可是跟基隆廟口不太一樣 不太一樣 對 這個地方你看 這個地方叫大慈寺 你知道大慈寺 去過成都的人都知道 大慈寺多厲害你知道嗎 多厲害 然後就竹八戒 那個是明朝之後的小說 對 重點 他找上了遠陽跟太古集團 合作開發 結果怎麼樣 他開發成一個有點類似 日本那種淺草雷門的概念 你知道嗎 淺草市周邊不是一個商圈很棒嗎 對不對 大家去那邊不是就 淺草市拜拜 跟雷門然後一邊照相有沒有 對 如果你在七年前來到這邊的話 你可能會覺得說 怎麼可能會變成現在這個樣子 來看看以前長什麼樣子 以前長這個樣子 就是亂七八糟了 大慈寺在這裡 這是七年前 你以前只有香客來那邊拜拜 旁邊是荒草 全部荒煙一片 有沒有 誰會料到現在後來變這樣 好有味道 對 變得非常有味道 其實光安哥 我剛剛最近 中國信託在 信義區的那個總房大樓拆掉 有一次朋友叫我一定要去看 光安哥你去信義威秀看 我發現房東真可惡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有一群年輕人 因為中信大樓現在平地空著 就鼓很多青年人去那邊創業 賣吃的 賣喝的 賣啤酒 我上次聽朋友介紹去看一下 我覺得台灣真有生命力 而這群生命力都被房東給害死 因為房價太高 這群年輕人對飲食 對餐飲的熱情 沒有地方抒發 所以事實上大陸就給這個品牌 給這個生命力有抒發的管道 所以就出來這個新的商場了 對 而且其實大陸很流行造成 你看把整個造成這個樣子 你就會覺得很奇怪 它不是蓋高 也不是蓋大 它就把它完全結合在地特色 你中間是個古廟是吧 我就以這個古廟來做整個設計 讓你逛在裡面很爽的感覺 利用一個非常古舊的寺廟 跟周遭非常雜亂的環境 凡融合 它並不是蓋80森大樓 不是蓋60森大樓 凡蓋一樓二樓的小平房 全面墊面 變成一個很文化的地方 而且你看最主要怎麼樣 一進去先禮佛有沒有 禮佛之後先給香油錢 然後出來之後來告訴你 這個地方叫曼里 這個也是大慈勢 外面叫做曼里 曼里有什麼呢 美食街 而且店鋪不是告訴你說什麼 就隨便亂收租金的 它會計算你的成本跟利潤 所以它會把日本料理店 因為成本最高對不對 也最吸睛 擺在最熱鬧的地方 一直吃一刻 在你那邊吃得很慢 然後裡面燈光美氣墳家 吃飯吃得很舒服 全繼續掏出來 日本人很信唐三丈 對啊 可是你知道 吃完飯之後 你要不要出來繼續逛 外面叫快林 快林叫購物城 美食店就是慢 購物就是要快 快林 刷...一直刷卡有沒有 刷完卡之後有沒有 身上的錢都沒有了 然後你就只剩悠遊卡 坐捷運回家 坐捷運回家 是這個概念有沒有 身上的錢全部掏出來 全部掏出來 對 對 那所以大概這樣子 所以有慢有快有沒有 在慢裡面 享受這種燈光美氣墳家 好悠閒 然後一邊 多吃幾道菜 吃到肚子很撐有沒有 以上就好 討論 5道菜 不能給你 你 喝 有 不温刷 你 吃到股肉 於